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咦? 買齊泡谷汽水? 看電影嗎? 嘿! 買齊泡谷汽水 當然是趕回家聽映画春秋啦 大家好 歡迎來到5月3號晚的映画春秋 我是Gear Thomas 又是我 陰魂不散 Kingman 今次你主動上來這個節目 為什麼這麼主動上來這個節目呢? 因為我買了《飛體黎明》 剛好他cancel了 就要改過來 沒有東西要做 改過來 最主要是有大片去講 你很熱愛這套電影 哪一套? 今天要講這套? 正常人都猜到只有一套要講的 那也是 還有 就算真的要講內容 基本上坊間裏面 就是各大小的 不要說電影節目啦 你自己的Facebook上面 都應該有人洗版 我猜大部分人都是讚 讚是正常的 有一個不讚 有一個彈也很厲害 那個叫黃禎 那也是黃禎 確實是一個超級英雄電影的一個始祖 因為我今早才看回他們的 超級學校霸王 確實是有少少Civil War的感覺 你有看未來警察嗎? 未來也有看的 超級學校霸王 其實就是行先了復仇者面文很多報 擺明 就算是學校霸王 應該Stanley是抄襲這個超級學校霸王 黃禎應該是一個迪士尼的 大陸那些通常都過得贏的 那些New Balance 全部都輸了 新Balance是輸的 贏了這個New Balance 好 那我們延歸正選 今天一定是講Civil War 基本上 我們不是想講Civil War 而不講 基本上沒有其他戲講的 都有 有一個漁男特變 我跟Gear有看的 可能我們今天第二節都會講少少 沒有時間先 最主要今集都是Surf超級英雄 是的 我們應該不會說內容講得很多 因為劇坊間裏面都說 如果這部戲講過所謂的劇透的話 劇透基本上會被人燒春袋 死全家 死全家 我們都不會去劇透 可能我們講一些周邊的事情 第一個周邊的事情 就是Marvel已經開啟了它第三階段的計劃 有些戲就還未拍得成 要暫停 那一套就叫做二人族 如果大家有看美劇神盾谷特攻 它已經將神盾谷特攻的內容 開始跟二人族的內容接軌 二人族的二字是什麼 即是二型的二 二型的二 我還以為一二個二 二人族只有兩個人 那沒什麼看的 應該可以的 二人族就不知道為什麼要退期 有些本身不在這個階段的東西也放進去 包括大家有看Captain America 3 看到的蜘蛛盒 還有一套就是《矮人》的續集 我想《矮人》的續集 本身Marvel也打算 糟了 Edgar White走了 應該拍一集也夠疲 誰不知出來的效果好像挺好的 草碑也OK 票房也算是有錢賺的 這次Civil War也就是御馬矮合 應該都繼續有得拍下去吧 起碼新一集就拍了 《矮人》和《黃蜂女》 那另外是不是什麼 《Doctor》什麼鬼 《奇爾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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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爾博士》是第三階段 還是第三階段 其實剛才說的 一二三階段是否繼續有下去的 由第四、第五、第六 第四階段可能要再遲些等它 那觀賦它這麼賺到錢 應該四、五、六、七、八階段 都應該有的 基本上都長一長有 長一長有 反而DC Comics那邊 應該第一個階段 應該收皮 DC Comics 是很奇怪 兩個陣型的東西是很不同的 但是DC Comics 就是妄想意圖掩置 這個世界觀系列 已經 戲都是可以收得的 但你相對於它的投資 不單止只是講錢 還要講面子 相對於隔離 就是Marvel 可能一個solo的電影 都收得過你一套 由Batman大戰 Superman 其實這套是否是solo 都不是很solo 這次都不solo Civil War肯定不是solo 這個我覺得很奇怪 我問過一些 真是Marvel的粉絲 其實Civil War 是under這個美國隊長系列 是跟進漫畫的 我覺得很奇怪 其實看第二集 美國隊長已經覺得 這麼大的陣容 不要說陣容 那個製作這麼大 都跟Avangers 那些已經有得fight 這次去到美國隊長 直接加入了 最誇張的 加入了Iron Man Iron Man 理論上 我覺得 可能在漫畫的世界裏 Iron Man和美國隊長 可能都奇古相當 差不多地位 其實Iron Man本身 不是什麼紅的角色 但是在電影圈 他就不同 在電影圈裡面 Iron Man 是令到Marvel 有今時今日地位的 一個先驅者 他票房 所有東西 他只是solo 一個第三集 全球票房 12億 加上 Robert Donnie Jr. 那個片酬 應該遠超過Chris Evans 我就不太明白 為什麼一個 堂堂Iron Man 這個超級巨星 會甘願在美國隊長裏面 做一個 第二男主角 他之後 Spider-Man 他都說 他也是做第二男主角 對 那麼追屈居第二 Robert Donnie Jr. 除了Iron Man之後 好像沒以為是計 但起碼 他一揹上Iron Man的鐵甲的時候 他真的大了 他真的片酬 又最高隨時 片酬是高過Batman 基本上超級英雄 我猜 他片酬是應該最高 連身紅 算片酬最高 好像真的是他 單獨一套片 就算說 不要說片不片酬 Robert Donnie Jr.收了片酬 代代平安 做配角 但是收主角的價錢 無所謂 但是說面子的話 有什麼理由 一個堂堂 在電影圈裡面 那個聲望這麼高的Iron Man 好像無端端要在 Captain America 這麼便宜的超級英雄 相對很便宜 相對Iron Man 好像要屈居第二 好像他又肯 我真的不太明白 其實錢作怪 好像屈居第二 喂 電影是叫Captain America 3 但每個人都是當Civil War來看的 其實電影是怎麼做Civil War 沒理由叫美國隊長3 基本上可以有很多叫法 你可以叫美國隊長3 也可以叫Iron Man 4 也可以叫很多 矮盒2 很多東西都可以 Spiderman前傳 什麼都可以這樣說 只不過他始終是Marvel 可能會跟回他自己的漫畫 那個不同的系列 可能Worbert Donnie Jr. 也是那句 收足片酬 無所謂 不過如果你看回那部電影的劇情 我覺得其實重心 是不是主要都是 放在Captain America 和Winter Soldier那裡呢 其實 如果說差遠一點 我就有陰謀量這樣看的 因為美國隊長3這個project Civil War公佈之前 華納一早已經說 我接下來下一部 一部Superman的電影呢 就是Batman大戰Superman的 那Marvel看到 喂 人家已經推出了這麼強的戲碼 那我怕是要拿一些厲害的東西來砍他 那美國隊長3就好像有點小 不如你把英雄內戰打他 你超人打偏方後 我就就是美國隊長打Irman 然後他越加越多人 原本沒有蜘蛛盒 他就加上蜘蛛盒 他就加上蜘蛛盒 我就覺得 不如索性的Marvel 將美國隊長3這個title抹去 做Civil War 就是Marvel Civil War搞定了 這樣又好像有失面子 我特地要為了打華納 而這樣做Civil War出來 那就是告訴他 我出個cheap的美國隊長 都打贏你Batman和Superman加起來 就是這樣而已 都是講面子 很多是面子問題 試試一雙 他又真是打贏了 又真是打贏了 其實我們入場之前 因為我很早入場的 基本上 題外話就是 今次我們香港人 真是有福 我比起美國 是早了整整整十天 才可以看到這部戲 美國基本上是5月6號 就是現在大家聽著 那些雜誌節目的時候 美國人還未看到這部戲 現在我們是很有福的 美國人懂得聽中文 是應該聽聽的 入場之前 其實 Batman大戰Superman 已經輸了整條街 我看之前的時候 都覺得 如果今次 美國隊長這部Civil War 又贏了的話 一前一後 Marvel贏了幾條街 看完真的贏了幾條街 不是開玩笑 你知道Marvel是 本身一開始 你上這個檔 我就跟你上這個檔 接著華納 都自己知道 就糟糕了 我吞錢 其實這兩部戲 Civil War 和Batman 大戰Superman 理論上的一條 是一樣的 就是那些英雄 就是英雄內戰 狗咬狗骨 一些就覺得自己應該被管制 有些覺得應該不需要被管制 反建制 那這條招 究竟是哪個Alan 究竟是華納那邊先說 還是Marvel 華納那邊先的 華納說先的 華納說要先出 超人大戰Superman 就是 Marvel還可以這樣 就挑剔 原本華納就會 就說 超人打蝙蝠俠 我就用鋼蝠俠 我就用鋼蝠俠 用鋼蝠俠 原本華納指 超人大影片 是想中4月尾 還是5月頭上的 Marvel就是 同一個檔棋 一起打 之後他將它 它的降機越推越前 華納說 然後華納向前一次 美國隊長 再向前一次 但是你知道 知不知道Civil War這條招 我想Marvel已經在漫畫裡一組畫 一組已經有這樣的世界觀 有藍本在裡面 但是《大戰 Superman》應該是 漫畫都有 但那個戲鬼應該沒那麼紮實 因為看《大戰 Superman》 講完一套電影 這件事好像是因為Marvel出現這樣的東西 要趕快兩天寫個劇本出來 邊拍邊寫的那些飛紙仔 港式的那些 我們節目可以講完這套電影 因為我們之前沒有講過編方樂隊超人 為什麼當日不講這部戲這麼好講 罵都可以罵足兩小時的 但事實證明Marvel就是 就是這麼高興我追著你來打 然後《華立》就越吞越前 我想追究一下 其實《華立》之前不是輸得那麼難 《華立》其實每一套獨立英雄電影製作 除了《綠單俠》之外 其實全部都OK的 《綠燈盒》就失敗了 但《華立》舉例之前有Christopher Nolan 那三部曲都很成功 拍到2012年 《Watchman》也有 《Watchman》是有曲的 票房不可以 但口碑也還可以 其實《華立》為什麼這一兩年是輸得那麼慘呢 《Man of Steel》也可以 《Man of Steel》也是OK的 人家搞個《復仇者》 是搞了多少年才能搞成 之前拍了四套電影的 如果你數下去 如果你計算Marvel 就真的從《Iron Man》開始 慢慢 step by step 來就部署了 要拍四、五套電影的 起碼他自己的Solo電影的Marvel OK了 站穩住腳 才夠僵搞一部《Avengers》出來 《華立》就看 你們Marvel現在搞到炸到澎湯澎湯澎湯 我也是拍一些漫畫電影的 當然是趕快弄一些大東西 群組成全世界觀出來 打算一起賺一筆 世界觀變成 世界觀是棺材的觀 把英雄全部斷送了 他首先弄一套編褲入隊超人 首先兩件再加一個《Wonder Woman》 然後拍《正月圓運》 有第一集、第二集 之前還有《Suicide Squad》 今年8月就《Suicide Squad》 看他行不行 《Suicide Squad》其實都是 好像有一點差於Sony 因為Sony之前都說 在第二集 《Spiderman》還沒複製之前 都要拍《罪愛六人幫》 不過已經收皮了 所以不得不佩服 Marvel真的 每間電影公司想搞什麼 英雄Crossover都搞不定 唯一Marvel搞得怎樣 所以 我不知道詳情是怎樣 我看今次《Civil War》 有一個很大的嘉賓 就是《Spiderman》 都不怕爆了 基本上是Trader都看到了 甚至是今次《Civil War》 其中一個賣點 就是大家想見一下 新的《Spiderman》的表現是怎樣 這個故事我真的想知道 究竟是不是 因為《Spiderman》 如果大家有跟足就知道 《Spiderman》 是Marvel賣出去的一個兒子 賣了給Sony 不知道合約去到什麼時候 我也不知道 好像永久 永久賣掉 已經賣斷了的兒子 我好像有另一個說法 就是 有些條例出來了 你多久不拍 你多久不拍 他就會收回版權 所以Sony 久不久 因為怕那個 license 可能已經延遲了 他已經拍了五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強硬 舉例《Amazing Spider-Man》 是強硬了去reboot boot來 boot 就不行了 兩集的效果都不太好 應該就要打和 口碑又不要票房 對 相對來說 你要看一看旁邊的Marvel 嘩 這麼成功 你的《Spiderman》拍得這麼貴 《Spiderman》也不是很失敗的 就是叫做不成功 因為始終你拍不下去 因為他沒有辦法 好像Sam Raimi拍的三集 這樣可以 相對之下 你相對舊版 又相對別人旁邊的Marvel的對手 那你《Spiderman》確是 我說《Amazing Spider-Man》 確實好像拍得不太好 我就懷疑 不知道是不是 Sony拍不成功 然後再招回Marvel 不如你在《Spiderman》 有錢一起找吧 對 給我的《Spiderman》 我借回《Spiderman》 給你用一用 當是我 因為已經提出了 2017年 就會有真正新的《Spiderman》 也是這部戲裡面 那個年輕人 什麼 Tom Holland Tom Holland去主演 也有了我們的戲裡面 看到的兩大卡士 Tony Stark也在那裡 造成Aunty也在那裡 基本上 基本上這個《Spiderman》 不單止是《Civil War》 不單止是《美國隊長3》 那麼簡單 甚至亦都是 是《Spiderman》的前傳 《Spiderman》的前傳 是一個《Trailer》來的 是要給錢看的 是一個《Trailer》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次都幾成功 Marvel又再次成功了 我看完《Civil War》之後 肯定的 17年 出《Spiderman》 又買票了 是不是 大家 因為出來的效果都很好 變得好像 那些人物 那些年輕人又好像都 《Spiderman》那條線 應該是否後加下去呢 我不知道 因為是 後到幾後 《Civil War》要拍照之後 才跟Sony那邊談判 說拿回《Spiderman》回來用的 應該倒出來 Sony終於跟Marvel談判了 終於拘捕了 你拍吧 我把《Spiderman》給你 麻煩你幫我 你分錢給我 我借人物給你用 幫我拍《Trailer》 所以我覺得都幾好 《Spiderman》已經 announced 他的劇情不知《Trailer》 不簡單 他的劇情比《N-Man》多過《N-Man》的 是的 但是回到最後看 你在《Civil War》 你剪走了 就是《Spiderman》的條線 沒有損失 那擺明硬硬硬硬 那十幾分鐘 你當是真的《Trailer》來的 但是我再說一句 他是硬硬硬硬 硬硬硬硬硬的 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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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已經開到傻了 我很肯定如果 《Civil War》或者《Avengers》這些電影 是華人社會拍的 就已經失去九成了 不是電影拍失去 是人們的名爭暗鬥 鬥死了電影 黃征應該很熟和 拍到成本 真的有這麼多人 放在裡面 黃征只要給得起錢 就算了 看錢份上就發下去 這次《Civil War》 大家看什麼版本 3D 都應該是3D 因為這次 似乎2D 似乎2D都頗難找到戲院 2D它排的場次 一來可能等你上班 或者臨訓前的中數 排給你看 即是你看2D 基本上你要告價才能看到 不用 7點多 這次怎麼說 因為有些電影 你見到它 出來可能3D效果 或者不太受歡迎 你見到一個化融公司 或者一個戲院 自己會慢慢把3D 把它毀縮 加上2D 加上2D 什麼 套套的意思 它剛剛上了 很多大片都是這樣 一開始就放3D 2D在大片裡 然後就將2D的價錢 可能它的成本相差不遠 3D、2D相差不遠 我在MCL某間軟線看 2D也要100元 3D呢? 125 就是差不遠 這個價錢 你看3D 可能它寧願賺到十幾元 這次2D加票 加得很厲害 80多元 加到81元 其實加錢 一定是因為片場關係 借口是片場關係 但美國一毫子都沒有加光 我不討論這件事 這件事從來香港都發生 大陸都不加 我想知道3D的版本 它因為片場加的票價 加了多少? 不知道 3D我看得到125元 2D看100元 iMAX不是差很遠 iMAX版 如果你在iSquare看 就好像是230元 一個公價是230元 我就山上水縣長奴不洩 去到機場看 定價好像140多元 我當然是堂堂金卡會員 拿出金卡出來 有8折 8折之後就128元 我看iMAX 你貴我3元 對 我有新聞 iMAX 3D 都是128元 可能是市區裏面 那些普通3D版本 不是差很遠 可能是更便宜一點 甚至是 我覺得舉例 The One 其實是很昂貴的戲院 2D都好像是120元 我說The One 3D就差不多是150元 為什麼不進去機場 不用去機場 甚至Megabox 其實跟機場不是差很遠 這次Megabox是值得看的 這次Megabox 好像定價 就是我的定價 好像八五元 八六元 如果你是金卡會員 再折了之後 其實都是說一百三十幾元 一百三十幾元 基本上你在市區 你是隨時普通3D都看不到 所以我真的奉勸大家 看一看IMAX 因為始終 我自己的觀念就是 IMAX拍攝的戲 我大部分都看回IMAX 是除了星戰 因為我不喜歡星戰 所以星戰 我就免得看IMAX版本 說到星戰 其實迪士尼方面 是已經買了星戰的版權回來 買了整間公司 整個佐治努卡斯 除了佐治努卡斯 每一條命都買了 什麼都買了 他的計劃也是要把 《Star Wars》這個品牌 是要長髮長有的 是 有沒有計劃將 《Star Wars》 和《Marvel》結合 應該難一點 可能有這個 《Guides of Galaxy》 是《Star Wars》 絕對沒有事去打 《Guides of Galaxy》 對 我講回剛才IMAX 那件事 星戰 我就沒有看IMAX 有些觀眾 今次有個關心 今次《Civil War》的IMAX 效果是怎樣 那我就有個結論 因為我真的看了IMAX 那結論就是 平時 我講回平時 因為一向IMAX 是用菲林來拍的 舉例你好像 說 早幾個月 《Batman》 《大戰 Superman》 我不講部戲的Quality 我純粹講畫質 那麼 去到IMAX的部分 是很漂亮的 漂亮得很厲害 一去到普通拍攝的 可能他用普通的Digital機來拍 那麼 出到來 明顯地 和真IMAX的質素 是會有些出入 但你知不知 現在的IMAX 它都有Digital IMAX來拍的 是的 今次《Civil War》 我猜就是 應該是史上 我猜是 如果資料沒錯的話 應該是歷史上 第一部用Digital拍 全Digital 不是第一部 不是第一部 第一部應該是變形金剛第四集 是不是 今次 至少是我第一次入場 真的看 一個Digital IMAX拍的 IMAX版本電影 那麼 剛才我講了 如果是非能拍的IMAX 明顯地和 non-IMAX的部分 是相差很遠的 質素 一去到IMAX很漂亮 但是今次的《Civil War》 看到 IMAX和不是IMAX的部分 純講畫質 我不講銀幕比例 銀幕比例是高了 變成1.90 是大了的 但是純講畫質 不是分別很大 所以如果真的追求 畫面要很清 很Sharp 很銳利的話 今次的IMAX 可能會令你失望 但是如果你純粹說 我想有1.90 高一點點的 銀幕比例 包圍感可以強一點 那就都可以選擇 還有 可能都會有人問 一定有人問這個問題 就是 IMAX版本 究竟IMAX在哪個部分 機場大戰 這次就真的 只是在IMAX 只是在機場大戰 那裡有 前前後後 所有東西都是普通版 我覺得挺舒服的 因為很怕就是 有些跳來跳 哪怕你是 Christopher Nolan那些 可以無端端一場戲 的Master Shot 大Wild Shot 在IMAX 突然之間 突然間有普通 遊走於 又IMAX 又普通 又IMAX 看到眼睛很不舒服 但是這次 Civil War很集中 只是機場大戰 那裡 IMAX 哪怕最後來 末段 Superman大戰 不是 Ironman大戰 這個 Captain America 都沒有IMAX 所以這次 主力是一場戲 差不多 十幾二十分鐘 好像都是破了紀錄 以長度來說 是破了紀錄 那麼長的 IMAX sequence 所以這次 是不是看IMAX 一本一本 我又不是硬性 覺得要推薦大家看IMAX 但是如果 官符回IMAX 版本 又不是貴過3D版 那麼多 為什麼不看IMAX 講開 如果想看一套電影 全IMAX 除了 《復仇者聯盟3》 《復仇者聯盟3》 據問 《復仇者聯盟3》 和《復仇者聯盟3》 一套新電影 Zuli 好像都是 全套電影都用了 IMAX機拍攝 整部電影都用IMAX機拍攝 全民是 因為 你現在知道 有Digital IMAX拍攝 所以 製作成本 應該就低了 還有 用Digital IMAX拍攝 其實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 就是 它的機 其實小了很多 小了很多 就算你不要說 那個機 起碼不用攪拌一堆 菲林 還有 還有一件事 以前那些 IMAX機 它有很多噪音 變成在收音上 你做很多功夫 但是 Digital IMAX 就沒有這個問題 Digital IMAX 又會 衍生了 衍生了問題 突然有噪音 我說回 IMAX Digital IMAX 明顯的質素 肯定是低於菲林 暫時來說 會不會是你現在 現在用那部 LIMAX機的質素低 我不是很相信 我不是很相信 舉例 有人說 香港因為 播放的時候 是Digital 所以差了 是的 這個是真的 但是我又會想 會不會是 拍攝的時候 舉例 銀幕比例 拍攝的時候 只有1.90 你就算去到東莞 或者找一間菲林版本 來看Civil War 但是我相信 你也不會看到 1.44 那個畫面 因為拍攝的時候 已經是1.90 來的 沒有可能 後期做高了它 沒有可能 Digital IMAX 他不能拍攝1.44 我相信沒有 我相信沒有 否則的話 可能這次Civil War 已經拍攝了1.44 我印象中 可能大家可以 上去Wikipedia 去檢查一下 我也檢查過一下 Digital 是不能拍攝1.44 所以之前有些朋友說 不如去一下 東莞那邊 除了凸骨之餘 也可以去看一下 Laser IMAX Laser IMAX 如果是看舉例 好像星戰 或者超人 Superman 沒問題 我覺得 因為這兩部電影 是用菲林來拍 IMAX 去到Laser版 為什麼會漂亮 因為它的解像度 是以前的四倍 但是如果你說 是Digital拍的 IMAX 我就不是說非常之相信 Laser IMAX 會漂亮很多 當然都會漂亮 可能會漂亮一點 但是值不值得 你先坐程車 進了羅湖之後 再多多大巴 一整個小時 走去東莞 因為那個地方 我去過一下 都頗辛苦一下 值不值得 當然如果 你去到東莞之後 有別的娛樂 那就沒問題了 如果只是看電影 看完之後 又上大巴 回香港 那就不太值了 這節說到這裡差不多了 回香港 下節就正式講戲了 哈哈 哈哈